如果你想根据某一个条件来决定是不是要渲染某一块界面,我可以在这个界面上去绑定一个条件,比如在这个header的包装的上面,我可以用一个wx冒号if一组引号里面去绑定一个条件,这个条件如果计算出来是true的话,这块界面就会被渲染,如果是false就不会被渲染。 比如这里我们绑定一个条件,看一下header的content值的字符数是不是大于5,现在页面上的标题会被隐藏,因为这个条件计算出来的值是false,再看一下这个content的字符数是不是大于3,这回这个标题会显示出来,因为条件计算出来的值是true,一般我们可以在这里去绑定页面上的一个数据,这个数据的值应该就是true或者是false,在header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show, 先把它的值设计成false,然后再把这个show的值去绑定到组件的这个wxif里面,现在页面上的标题没有显示出来,我们可以再回到这个开发生工具去看一下,在调试这里打开wxml这个面板,在这里可以检查一下页面上的这些元素,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标题的包装组件没有出现在这里,也就是这个wxif并不是简单的让这个元素在界面上显示, 或者是隐藏,如果你给它的值是false,那这块元素压根就不会在这个页面上被渲染,直到你去给它一个true,把这个header里面的show设置成true,这个标题元素现在就会在这个页面上渲染出来了,这里我们还可以继续地去使用elseif,去做一些判断,或者用一个else去设置一下一个默认的东西,复制一块, 在这个view组件的上面我们用一个wx冒号else,这样它上面的这个view不显示的话,就会去显示这个view组件,还有它里面包装的东西,要显示的文字就是无标题,保存,现在会显示页面的标题,因为show的值是true,我们再把这个show的值设置成false, 那么这样页面上就会显示一个无标题,再把show的值设置成true,这样又会显示页面的标题